胃癌晚期能活多久?张华,西安市第四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胃癌是胃的常见的恶性肿瘤 什么是晚期胃癌呢? 以我们现在医学上的分法 其实我们把它不叫晚期胃癌,叫近战期胃癌 我们一般把胃癌分成早期和近战期 凡是肿瘤轻人的深度局限在粘膜和粘膜下层的 就叫早期胃癌 除此之外,只要突破粘膜下层 不管它有没有局部的淋巴结转移 有没有其他脏器的转移 我们都把它叫近战期胃癌 也就是民间常说的晚期胃癌 那么晚期胃癌的育后 也就是说还能活多久 跟很多因素有关系 第一个,它和癌的恶性程度有关系 我们的癌也是要分很多种的 有些癌恶性程度比较低 那它可能育会就比较好 有些癌恶性程度比较高 它愈会比较差 第二个,还和我们发现癌的时间有关系 有一些发现得比较早 虽然说它是近战期 但是它没有淋巴结和脏器转移 那我们经过手术治疗 化疗 甚至是一些靶向治疗 甚至可以达到完全治愈的程度 那么有些人可能发现以后 已经非常晚些了 已经有到处的转移 一般情况比较差 甚至和没有贫义血压 低蛋白血症 这样的恶液质 那么这种情况下 可能以后就非常差了 专家提示 情况较差 核并有贫习 低蛋白血症等恶液质 育后可能非常差